你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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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末哥哥 你是来看仙儿的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凌末哥哥 我从李俭那儿听来的消息 说你立功了 恭喜啊 是李俭做的 对不对 理解 他做什么了 非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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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怀疑 非英宝是他的 不可能啊 我一直在监视他的 那他这几日 有没有去过皇宫 或者差人送信 没有啊 不是李俭 莫非 不过凌末哥哥 我还是要恭喜你 你这一招杀鸡儆猴 用得着实巧妙 什么招 你果然了解李俭 他这个人生性多疑 得着你昨日剿灭非英宝之后 连夜遣散了自己造反的军队 就是怕被你和皇上发现 这样 你既解决了李俭 又在皇上面前立了功 可谓是一石二鸟 秋雨 你可有证据 这是昨夜 李俭遣遣散军队之后摔碎的胡 林默哥哥 我为你吃了许多苦 从来不求回报 但你却总是问我要证据 再这样下去 秋雨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才能让你相信我 秋雨 你千万别误会 事到如今 我就实话告诉你了 非英宝是我多年的心血 传递秘性之人 知道我的秘密 我本怀疑是李俭 但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又不是他 非英宝是你的 是我的又如何 如今全都没了 如果不是李俭 那又会是什么呢 林默哥哥 想必 知晓此事的人 也并不多吧 要是有内鬼泄密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你仔细想想 还有谁知晓此事 又或者是亲近之人 无意间说漏 也未尝不可能啊 我那是在乎你 你觉得我是在捣乱是吗 那我偏要捣乱 究竟是谁向父王禀报的非英宝 难道李俭已经知道了 林默哥哥 你看看我吧 莫非 林默哥哥 如今非英宝之事已成定局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准备随时应对李俭 是 不说这些了 秋雨 七弟还是对你不好吗 如今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 我看昕儿妹妹对你的情分 也不比我的少 你想多了 乌龙昕儿怎么能跟你比呢 这么久以来 都是你牺牲自己在帮我 昕儿却从未对我做过什么 反而 林默哥哥 你还是不要这样说了 昕儿妹妹如今虚弱 还需要你去看她呢 你放心吧 无论如何 我对你的心意都不会更改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蒙龙秋雨 你怎么在这儿 你干什么了 自然是去看慕容昕儿啊 你知道本王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什么 你去见林默了 你审问我做什么 我除了去掏些消息 散播些假情报 还能做什么 散播些假情报 本王怎么可能知道你还说了什么 你这话合理 我跟你说过 我恨林默入骨 你说这话 为免太侮辱我了 这些日子 你都在单独行动 并未向本王交代分行 你独自前去 不许 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到时候连本王也受亲了 大可放心 自是不会 你 事到如今你还不跟我说实话 这件事情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不是你还是谁 不是我做的 我怎么承认啊 我对非英宝根本就没有兴趣 我身体不舒服 你上来就质问我这些 我倒是要问问你 那天女鬼出现的时候 你究竟去了哪里 有心儿 此事只有你之情 定是你无意中泄露 你以后说话务必注意 好自为之吧 这父皇为公主无色驸马 才设了这场菊宴 若非你坚持 本王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耐心心 不要错过了今日的好心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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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错了 对不起 你这是做什么 为何要向我道歉 为何要向我道歉 姐姐 我知道 你一直一来都在针对我 可馨儿也不认识 可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馨儿 说话要讲究证据 我何时针对你了 慕容馨儿 你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向秋雨下跪 是想落谁人口识 起来 无论今天秦王爷如何说 馨儿也要把心里话说出来 以前是馨儿不懂事 确实是心儿鬼迷心窍 做错了很多事情 其实 那只是因为 因为我嫉妒你 姐姐 你可以原谅我吗 妹妹 有一句话你真的说错了 姐姐从未想过针对你 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妹妹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你的为人我最了解不过了 我从未怪过你 又何谈针对 对 还是姐姐好 姐姐 那 你喝了妹妹的陪碎茶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 好吗 果然在这儿等着我呢 姐姐 都怪我笨说笨讲的 把你裙子给弄脏了 一会儿你还要见皇上呢 这可怎么办啊 先别急 你去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多余的布料 我简单围一下就能出去 好 姐姐 这有衣服 你赶紧换一上吧 我去外边帮你守着 快去吧 快去吧 这衣服怎么穿不上呢 来人啊 鬼爷 破学 有 这不是秋雨将军吗 没想到还有几分姿色 别动手动脚的 没想到你给喝这口 你们 来人哪 姐姐特备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当然 当然 不好意思啊 妹妹姐姐不是故意的 怎么办 我一会儿要见皇上呢 这样吧妹妹 我陪你去客房收拾一下 可好 那好吧 走吧 那好吧 走吧 李牧 哎呀 姐姐姐 我看一下 你先别急 我帮你想想办法 运气真好 这儿正好有新衣服 快换上吧 不用了吧 快换上 皇上马上就要到了 总比殿前事宜要好吧 快换 快换上 我去帮你看看门 好吧 这该死梦的秋雨 又让他逃过一切 这些衣服我能穿上吗 不管了 就先这样吧 奇怪啊 这衣服我怎么也穿不上啊 秋雨 你找我 林墨哥哥 怎么是你啊 我 行儿 我找了个宫女来帮你 你们 这是在干什么呀 秋雨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行儿 你设计我 我 我 我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母儿 你既然喜欢心儿 跟朕提便吧 为何要做出此事 父皇 这一切都是误会 待孩儿整理思绪 一定给心儿一个交代 皇上 心儿明节势大 一旦此事传扬出去 人多口杂 那 心儿还如何活着 秋雨斗胆 请皇上 为心儿做主